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到苹果园帮忙采收苹果 这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苹果树又高 苹果又多 勇敢骑士必须很勇敢地爬到树上 然后很努力地摘苹果才行 还有 这不是勇敢骑士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他之前还帮忙搬家 帮大象洗澡 哇 帮大象洗澡耶 我都不知道骑士要做这些事 可是这好难哦 我们这里又没有大象 勇敢骑士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还有 当然有 比如他曾经救了一只被困在树上的小猫 然后接受了记者先生的采访 记者先生问他 请问要怎么做才能跟你一样成为勇敢骑士呢 哇 好好哦 我也想要被记者先生问问题 那你希望记者先生问你什么问题呢 嗯 他可以问我 请问 灵灵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有吗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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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勇敢骑士听完记者先生的问题后 笑笑说 很简单 只要心里保持想要帮助别人的善良好意 就会产生勇敢的动力 话才说完 对面有位老人家拐杖掉了 身体摇摇晃晃 勇敢骑士立刻飞奔上前帮忙 记者先生拍下照片 第二天 勇敢骑士又上报纸了 哇哟 故事说完了 谢谢机器人店长 不客气 嗯 感觉当勇敢骑士 好酷哦 我们也可以啊 有没有人需要帮忙 我 对 我需要有人帮忙哲理故事书 两位骑士愿意帮忙吗 嗯 好啊 一些智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